好,这节课呢,我们来学习小冤家的弹唱 那么在我们正式弹唱之前呢,我们先来完成一个练习 那这个练习呢,就是我们之前已经学习过了A和弦,E和弦 也学习了右手的拨弦方法 那这个练习呢,需要把我们的左手,右手来做一个配合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挑战一下自己 好,那我也相信大家呢,之前已经转换熟练了我们的A和弦和E和弦 好,那我相信你能够很轻松的完成我们这一次的练习 好,那首先呢,我们来按住我们的A和弦 那我们先回顾一下A和弦呢 第一是用我们的一指按在四弦二品 二指按在我们的三弦二品 三指呢,是按在我们的二弦二品 好,那我们按住和弦的时候呢 也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手指要到位 然后呢,手指要站立,用指尖按弦 好,接近挺住 另外呢,就是拇指呢,我们要做一个支撑 手腕也尽量放松,不要太紧张 好,检查一下自己的手指,手行对了吗 好,那接下来我们按住它之后 我们右手呢,需要弹响的是什么呢 是五三二一,也就是五弦三弦二弦一弦 好,现在我们按住A的弦 嗯,一块来尝试一下 五三二一 好,你弹响了吗 好,如果说你没有弹响的话 那你检查一下你相应的琴弦 你的手指是不是没有按紧它 或者你的手指是不是没有站立 再或者你的手指是不是挡住了其他的琴弦 好,那就去找一下相应的原因 并且调整一下自己手指的位置 直到你把它按响为止 好,那么我们再来尝试一下 五三二一 好,这是我们的A和弦 再来一次 五三二一 那这是我们的A和弦 接下来是我们的E和弦 E和弦呢,用我们的二指按住五弦的二品 三指按住四弦二品 那么一指呢,按住我们的三弦一品 好,这是我们的E和弦 好,那E和弦呢,用手需要弹响的是 六三二一 那接下来一块尝试一下 六三二一 好,再来一遍 六三二一 好呢,好,我们继续练习呢 就是要把我们的A和弦 E和弦 并且我们的左右手呢 转换得比较的手边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回到我们的A和弦 给大家一个找一个小小的技巧 好,大家按住A和弦 我们来弹响五三二一 五三二一 好,那这个时候呢 也许比较仔细的同学已经发现了 当我们弹响一弦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的左手什么都没有按 那刚好我们在弹这个音的时候 我们可以松开我们三个手指 而去为我们的E和弦来做一个准备 好,那我们一块来尝试一下 五三二一换 好,就马上就可以变成我们的E和弦 那么我们在弹一的时候呢 大家也可以发现六弦 那我们的六弦也是没有 左手也是没有按的 好,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又多了一个音来转换我们的和弦 这样子呢就更容易一些 好,那我们弹完六弦之后呢 我们需要弹响的三弦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十指就要去做一个准备 相当于我们弹完六弦呢 我们首先弹响三弦 那我们十指呢 应该按住三弦的EP 然后21 大家已发现了21我们的左手也是什么都没有按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21也刚好又可以为我们的A和弦呢做一个准备 好,那所以说呢 当我们掌握了这些小技巧之后呢 我们再去转换的话 就会容易很多 好,那现在呢 我们只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慢的速度去练习它 好,那接下来呢 我再带着大家来练习一下 首先按住我们的A和弦 好,右手呢需要弹弦五三二一 好 好,大家看这样子的话是不是更容易一些呢 好,那接下来呢 就需要大家多花一点时间把我们这个练习呢 练习的比较显熟 好,那你把这个练习练熟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入小愿家正式的弹唱了 好,那现在我们来进入小愿家 真实的弹唱 那经过刚才的练习呢 相信大家呢 一定把我们的左右手配合练习好了 好,那现在呢 我们将会很轻松的完成我们小愿家这首歌曲的弹唱 好,请大家呢 先看到我们书籍这一刻的曲谱 小愿家弹唱 好,那大家看到曲谱之后呢 是不是有一点茫然 因为呢我们还没有讲解阅历方面的一些知识 这个呢我们会在下一节课进行详细的讲解 但没有关系 这节课呢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好,吉他呢是采用的六线谱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有六根横线 好,这六条线呢 就分别代表我们吉他的六根琴弦 好,最上面这一根代表一弦 最下面这一根代表六弦 好,那也相当于我们把吉他呢 对着自己 然后我们看到最下面这根就是一弦 最下面这根呢就是六弦 好,这样子呢就非常直观了 好,那大家还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琴弦上呢 还有一些插号 这个插号呢就是代表 我们需要弹响的琴弦 好,那么大家还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六线谱上呢 还有些数者的小线 这个呢我们称为小结线 小结线呢就是可以将我们的六线谱呢 分成很多的小结 好,那现在我们来看到我们的第一个小结 好,第一个小结大家还能看到 我们的核弦图A核弦 好,这个呢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要按住我们的A核弦 右手去弹响我们六线谱上的插号 那大家先看一下 我们按住A核弦来看一下六弦 六弦呢什么都没有 说明我们不需要弹 那五弦呢有个插号 说明我们要弹响五弦 四弦没有不弹 然后三弦有 二弦有 一弦有 那就是三二一 好,那再往下看呢 又是一个什么 五弦 然后又是三二一 好,那这相当于我们第一个小结呢 需要按住我们的A的弦 并且来弹响五三二一弹两遍 好,这就是我们第一个小结 好,那它呢非常的简单 好,那大家呢现在再看我们第一个小结 那我们插号,第一个插号对应下来呢是零 然后前面呢,前面的插号对应下来都是零 这个零呢在我们简谱中呢它是一个空拍的意思 也就是说我们呢不用去唱 只用去弹我们的插号就行了 按住A核弦 那我们来看最后的二弦和一弦的插号呢 对应下来它是小渊加了小渊 那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当我们弹到二弦的时候 我们需要唱小 弹到一弦的时候我们需要唱渊 好,那现在给大家示范一下 五三二一 五三小渊 好,那这个呢是不是很有趣呢 虽然现在我们还没有给大家讲节奏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在下一节课就会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 那这一节课呢就凭着我们自己最真实的一个音乐感觉来感觉一下 好,那第一小节是不是非常简单呢 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小节 第二小节仍然是一个A核弦 好,按住我们A核弦 然后右手需要弹弦的同样是五三二一两遍 好,那我们第一个插号对应下来是 小渊家的家 第二个插号对应下来是空白 也就是我们唱家的时候要延长 那么第三个插号对应下来呢是你 然后第四个插号是干 然后第五个插号呢是麻 然后第六个插号对应下来大家看一下 也是一个空白 也是一个空白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需要延长我们的麻 你干嘛的麻 然后呢还有一个最后两个呢就对应下来就是像个闪瓜的像个 好,那现在我们把第一小节和第二小节呢 连起来试一下 尝试一下调整一下自己 看看自己能不能行 好,那我们按住A和弦 好,那这就是我们第一小节和第二小节 那大家看其实呢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好,那只是需要我们更多时间去慢慢的练习就可以的 那接下来第三个小节换成了什么 一和弦 大家看到一和弦呢 我们六弦是不是就有个插号了 这个时候呢代表我们要弹下我们六弦 然后我们四五弦都没有 然后还要弹下我们三二一弦 三二一 也是六三二一要弹两遍 也就是之前我们做过一个练习 好,那在这里呢 歌词对应下来呢 就是一个耍瓜 然后有两个空拍 然后又是我问话的 我问 好,那整个呢 大家慢慢的自己下来 抽时间自己去对一下 然后再慢慢的这样子配合一下 那我们在弹子当中呢 我们的节奏呢要稳 不要有的快有的慢 那样子的话就不好听了 也是错误的 还有就是我们唱呢 也要唱的准一些 不要你弹的是一个调 然后你唱的又是另外一个调 那样子也是不对的 那首先呢 我们应该是把这首歌曲呢 要多听一下 要自己先学会唱 好,下面呢 就来给大家示范一下慢速的 好,那我们呢 练得比较熟练的同学呢 也可以一块儿 一块儿来挑战一下自己 首先按住我们的A课弦 好,那现在呢 好,我们来正式开始了 小圆家 你干吗 像有傻瓜 我问话 为什么 你不回答 你说过 爱着我 是真是假 小圆家 说清楚 讲明白 不许闯下 小圆家 听了话 哎呀哎呀 大大的眼 看着我 扎巴扎巴 小圆家 祈祷我 祈祷我 叼转头 不如回家 小圆家 拉着我 折擦说话 寒生天 寒生地 寒生远家 想着你 盼着你 心暖如马 千句话 万句话 后头打掌 谁知道 见到你 只会发生 小圆家 这就是我们 这首歌曲的 一个示范 好 那大家看 是不是非常简单呢 我们就需要 花一些时间 然后用我们的 插号 刚才讲的方法 去对应我们的歌词 然后再加上 我们左右手的配合 再加上 我们自己的唱 好 就可以了 好 那希望大家呢 能够好好地练习 我们这节课 就将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